看歌手你有没有注意过张韶涵的造型呢?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啊! 本季的歌手嘉宾阵容揭晓后,沉寂多年的张韶涵备受关注。 之前因各类负面新闻慢慢挡住观众的视线,如今选择重新复出当然是要惊艳一下,在歌手的舞台上重新与大家见面,一干听众很是期待啊! 作为一名歌手,张韶涵在舞台上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。 第一期唱《梦里花》时,极具标志性的唱箱不仅惊艳了所有观众,更是让不少人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。 在之后几期所演唱的《阿雕》,《全世界失眠》等也都获得无数好评。 除了有超强的唱功之外,她更是歌手舞台上第一位女性音乐创讲人。 不仅主持有着超强功力,张韶涵在歌手舞台上的造型亦是十足的惊艳到了斗阶。 梦里花中那身洁白的纱裙,让她犹如仙子落入房间,让人仿佛真的陷入了她编织的梦,再加上蓝色灯光的背景,堪称是惊艳了时光。 这身黑红相见的礼服,宛如薄衬衬出她的修长身材,披萨的大波浪,更是凸显她的妩媚动人。 为小姐姐疯狂打扣。 宝蓝色的礼服,精致的妆容,展示出她的典雅与高贵,裙摆随着她的律动飞舞,宛若精灵。 陆腰纱裙,展示了她绝美的身材,小蛮腰盈盈一卧,素雅的装扮,更显清纯动人。 从妆容,歌声到服装都近乎完美,这也让粉丝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,纷纷表白,安安静静地唱完整首歌,低调选歌不炫技。 唱出的都是自己的内心,歌声动人还是当年纯粹的天使,我的女神美哭我了,做自己纯粹的音乐,我们永远在。 无论是歌唱,主持功力,还是惊艳的造型和妆容,都让我们见到了自信,美丽的张韶涵。 难能可贵的是她永远坚定追求心中歌唱梦想,窦姐在这里十分期待她在歌手中更加令人惊艳的表现。 说到了张韶涵,窦姐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,当年的她凭借一首隐形的翅膀所为人熟知。 电视剧MVP《情人》。 她主演的田雨昕是我们心中的校园女神,公主小妹的播出更是让大家爱上了那个帅真,坚强,美丽动人的黄甫山。 但视野蒸蒸日山的张韶涵却没有非常幸运,在这之后不久便陷入了各种丑闻,随后销声秘迹,从那时候开始她的视野也开始一落千丈。 纵然是遭遇如此的不幸,张韶涵还是坚强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期。 就如她所说,这么多年来,我经过了各种不同的环境,不同的人,可能被影响,但最终还是会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最后唯一不变的还是那颗最纯真的心。 坚持做音乐的你,永远是最棒的你。 祝福张韶涵,愿你在音乐的殿堂里收获最纯粹的快乐与幸福。 运营审核,苏族小妖女。内容编辑,文森特。 发现新世界,关注豆姐,粉丝福利抢先响,爱豆资讯一手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